1月24号 乌鲁木齐火车站来了几位特殊的乘客 他们是准备返回河南洛阳老家的农民工 一进站 几个人就直奔民警值班室 没办法 身上带着100万的现金 太紧张了 这是100多位工友 一年的血汗钱 可不能出差错 铁路乘景更加的紧张 几位农民工师傅从进站到出站的几十个小时里面 沿途乘景 战战接力 对他们进行了3000公里的守护 几位大叔安全地回到老家 这才是真正的天下狐贼